但是日本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受到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天灾 外商纷纷的撤出 员工的生计也受到了影响 而身为全球重要电子产品输出国 包括电子还有汽车产业的停滞 也连带冲击世界各国的经济 七天的橱窗柜 这里原本是瑞典知名品牌H&M的旗舰店 现在却变得一片空荡荡 这里原本热闹的东京街头 也看不到之前的拥挤人潮 只剩下三三两两的行人 和冷冷清清的街道 一场大地震 不只让日本民生消费产业变得萧条 更重创了日本经济命脉的电子制造业 员工们各个是人心惶惶 不只日本员工忧心忡忡 作为世界电子零件供应大国 日本产业的停滞势必冲击全球经济 举凡手机 iPad等电子设备 到汽车供应等 日本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像是美国通用汽车 位于路易加纳的工厂 就是因为受到日本零件供应短缺 而被迫停止运作 尽管经济学家对日本未来充满担忧 但日本仍有部分企业家抱持不同意见 不管是乐观也好悲观也罢 随着日本经济漫长的復健之路 好不容易复苏的全球经济 恐怕又要进入一段黑暗期 中文新闻冯英超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